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樂 好久沒有帶大家出來玩了 欸 你們知道我最近有帶有什麼嗎 我先一下子先給你們一點小福利好了 開玩笑的 但是真的有福利要給大家喔 時代在進步 你們現在出遊還在靠地圖 還是手機找路嗎 哪個太弱了 我跟你們說 現在有個 不管什麼問題只要你說出 先問一下就可以解決耶 不管你是要找導遊地培 還是要找各行各業的職人達人 所有願望一次解決 好 話不多說 今天就有凱樂帶大家一探究竟 Let's go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的霧峰 一進到市區就可以輕鬆找到驅公所 因為驅公所前面就有IU Bike喔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 第一站就先來這邊進腳踏車 踏上腳踏車 今天一天的借問站清理心 就可以輕鬆展開囉 到達了 哇 這就是借問站也太大太豪華了吧 主任 哈囉 我花很多錢喔 當然了 這可不是一般的借問站 這裡是烏峰林家 從清朝到日治時代啊 它一直有很重要的政經地位 所以有人說 只要了解他們家的故事 可以了解半部的台灣歷史喔 太好了 那我可以進去看一下嗎 OK啊 走 我問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呢是烏峰林家他們自己搭蓋的 私人歌劇院 而且我突然想到 是不是 蔡依林和安斯奈美會的MV是在這裡拍的 沒錯 很有研究喔 咦咦 怎麼管我這個戲服 那我可不可以穿這個戲服 來在這邊表演 因為好像天后都會在這邊跳 可以啊 沒問題 各位看官啊 想一直表演的還可以吧 不過說真的 畢業好多年了 一聽到要上台還是有點小緊張耶 請各位觀眾多多包涵 主人有跳完我的肚子餓了 走 帶你去吃烏峰在地小吃 在地美食 好 哇賽 這主人真不是蓋的 你看他跟這沿路的商家有多熟 觀眾朋友啊 你要是來到烏峰喔 遇到什麼問題 記得一定要來接問站找主人喔 好啦 逛了一圈市場 我們連中餐都買齊了 馬上來開動囉 哇 就問起來 這就是烏峰三寶嗎 沒錯 這只有烏峰人才知道的喔 而且你很會挑 這三樣都是我最喜歡吃的 最喜歡吃啊 還不錯對不對 那碗開很久了 而且好像聽他講 已經也是第三代了 第四代 第四代 那你不要來清楚 我真的偷聽老闆講 真的嗎 我最喜歡蚵仔麵線的 對 而且它蚵仔很大顆喔 真的好吃 我覺得好像吃到這些食物 就會變成當地的啊 我覺得我現在有 台中烏峰人的感覺 所以就問一下 接下來還可以去哪裡玩 我要跟你介紹一下 在台中美術園道 還有一個借問站 可以讓你就問的耶 好 順著主任的介紹 台中美術園商圈 就在眼前啦 就問一下喔 你是阿凱的朋友喔 對 來來來 進來坐 太好了 因為我覺得外面打火要熱 對啊 今天天氣好熱 來 進來歡迎 謝謝啊 我正要問說 這裡附近哪裡有好吃的 西哥 你們都準備好了 對啊 哇 謝謝 謝謝 這是在地的小點心嗎 哇 這是我們在地 當天做的芒果生乳捲 非常好吃 入口期望 而且主委 我本來來齁 最想要來介紹一下 這附近是不是有一個 創意手工事集 哇 有啊 很棒啊 等一下用完這個好吃的點心 所以以後我帶你過去 好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我今天總算是開了眼界了 才短短幾分鐘 就認識了這麼多的在地朋友 台灣的人情味 威力真的很強大喔 主委帶領我找到了 老師你好 你好 我要做我自己有文明珠的手工要是全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我的東西 扣在上面就可以出來 對 沒有錯 比你啊 看到沒有 界萬瞻真是狂啦 其實台中美術商圈這邊 就在鼎鼎大名的草霧道附近 這邊呢 本來就群聚了很多 獨居特色的藝術家 你看看這個巷弄 這個建築物的專武啊 這從天井透下來的微醺氣氛 是很多台中文青IG的熱門打卡地點喔 摔著摔著 我的手工體驗第一項單品就要完成囉 完成了 有我刻上我英文明珠的鑰匙圈 超級可愛的 所以老師你怎麼會想要開這樣一個手工店 其實我們這一家店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設計跟製作的東西 手做它是很有溫度的東西 只是我們想要讓每個人都可以藉由自己的雙手 去親手製作一個充滿自己手工感 然後也可以用自己雙手製造的一個禮物 老闆我覺得你真的又年輕又有想法 而且我剛剛偷偷看你真的有表現 很便宜耶 好啦 我知道我是試快了一點 賺錢辛苦啊 什麼 這裡有間咖啡店 上面還寫著Fung 我這輩子只看過人家Fung茶 從沒看過有人咖啡店的Fung 這個老闆是還好嗎 借問一下老闆 Fung是代表這邊可以免費喝咖啡的意思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我那個Fung茶的意思 是讓人家休息的地方啊 我隱身這個意思也讓大家休息 太好了 那我可以喝咖啡嗎 可以啊 我推薦你一款海風的 你要做做看嗎 好 好 看到大頭老闆一提到咖啡 就如痴如醉的認真神情 如果你也是咖啡愛好者 就一定要來借溫站尋找他的蹤跡喔 好了 我的海風咖啡上桌囉 真的有海風的感覺 大頭老闆 我剛剛喝啊 我覺得它有微微的草味還有一點點鹹味 真的很特別很好喝 你怎麼這麼厲害 這不算什麼喔 讓我帶人去看一個更厲害的我的師傅 我用海風幫你送走 好 師傅好 因為大頭介紹我來 他說你是他的師傅 我想要來跟你學功夫 好啊 可以嗎 做毛筆喔 對 好 我幫你教一個 後面你用的 好 你看我笨手笨腳的 做一支筆真是不簡單耶 好在有陳師傅幫忙 我人生第一支手工筆順利完成了 小小輝豪 我整個文青技能點到滿點 現在來到台中最熱鬧的草霧道 而且很開心 因為借溫站的幫忙取到了好多才藝 但是現在我覺得肚子有點餓 你會不會餓 餓厚 我們大家一起吃東西好不好 好 好 在剛剛來的路上 看到台中市區有一區特別熱鬧 有許多外地移工 也看到有許多東南亞市的自助餐 燒烤 涼粉店 但是我每次經過這樣的店 雖然很想進去體驗 你看到店裡邊外都是滿滿的外地朋友 一想到語言可能不多 總是會達了退堂 郭忠 老闆有機會在那 借我一下喔 老闆你好 我想請問這邊哪裡有好吃的南洋美食 我這裡剛好有一道最道地的青芒果沙拉 太好了 我們給我吃吃看 好好的吃吃看 特別好吃耶 當然啦 我們這裡客園都來自東南亞各個不同國家的人 如果東西不到地怎麼做得起來 難怪 那你可以再推薦我別樣好吃的美食嗎 好可以啊 我等一下帶你去別的地方買 好 走 原來我們以前在家做的打拋豬 涼拌木瓜少的那個味道 這裡全都找得到耶 海洋美食吃這些國家必吃的平民美食 看得去讓我口水直流 我受不了了 老闆快用我大吃特吃吧 滿足道地的南洋美食 哇 等不及了 可以吃嗎 你吃吃看 這是我們最道地的炊春捲 越南炊春捲 要沾醬嗎 你也可以沾 它麵皮超Q的 吃起來很像那種 綁式腸粉的感覺 對對對 他們的麵皮比較Q 對 很嫩 對 然後它裡面包有點像 厚碎的鹹豬肉 肉燥的感覺 豬肉肉燥的感覺 而且真的好像 一咬下去一秒到越南的感覺 有那個錯覺 還有這個也很特別對不對 這是我們泰國最有名的 冬粉香腸 超級特別的 你們看 這是有冬粉在裡面耶 因為像台灣啊 我覺得有點類似我們台灣的糯米茶 對 可是我們裡面包的是米 對 他們包的是麵 冬粉 對 這個呢 這個就是他們所謂的烤豬舌頭 我覺得 這個啊 你就可以邊看電視 然後邊這樣淋醉這樣咬 對對對 因為他們平常都是配糯米 再加上一點泰式的酸辣醬 對 再配著吃就可以成為他們 最主要的一餐 真的 我覺得今天是要吃得很開心 玩力也超級開心的 而且都不用低頭 一直看手機找路啊 還是找行程什麼的 太棒了 真的 非常謝謝借問站 其實現在全台灣已經設置 超過300個借問站 說不定觀眾朋友看完影片後 就能發現自己家附近 就有這個黃色的小標示喔 誰說旅行一定要出遠門 認識自己的家鄉 結交更多有趣的朋友 還不趕快出發